全球焦点 抢先看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订阅 加入我们 一起来探讨当前时事热点 挖掘新闻背后的真相 美国国务院发布通告 指定在美注册的孔子学院为外国使团 并强调要确保美国学生在没有中国操纵的前提下 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根据外国使团法 被指定为外国使团后 孔子学院将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供其工作人员名单 包括姓名 年龄和住家地址 并且在人员调动时要播报更新名单 这些机构还必须获得美国国务院的批准 才能在美国购买和租赁任何房地产 截至6月30日 美国共有75所孔子学院 包括在斯坦福大学和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州立大学 其中45所已经关闭或正在关闭 中国时间8月13日 在社交平台上 一名叫时代兼兵的网友爆料 崔永元在8月11日晚昏迷住院 该网友称 他本身就患有多种重疾 但也跟近期被气到有关 崔永元自己也曾说过 自己的病只有日本可以治疗 为此 该网友还晒出了一张 崔永元急诊抢救入院记录的截图 网友们非常担心他的境况 当天 知名记者唐世增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我一兄弟 失去意识 以送往医院抢救 祈祷平安 这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纷纷猜测着他口中人的身份 不过还是有部分知情网友表示 昏迷者就是前央市著名主持人崔永元 纷纷祈祷着他能够转危为安 不久后 原力的老公梁太平 也在自己朋友圈转发 为崔老师祈祷 愿上帝安慰 医治 渴望实话实说的人 确定了崔永元现在的状况不佳 而方舟子也在自己的推特平台上 发文证实了此事 并写道 网上流传的这个入院记录 是真的 崔永元因立陪同使用过量 中毒昏迷 送医院抢救 该要用于控制精神分裂症 躁愈症的易怒情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档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 订阅华人生活网LifeChannel频道 别忘记点亮小铃铛 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问题 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明天见